好 接下来看到玉里妈祖宫有感于花莲县台九县救难协会 协助政府从事灾难紧急救援的工作 那么义务团体成员是非常的辛苦 并且目前台九县的救难协会装备多为不足 经过了玉里妈祖宫委员会决议来通过 也捐赠了协会有六组的通讯器材来协助协会的救灾工作 玉里妈祖宫有感于花莲县台九县救难协会 协助政府从事灾难紧急救援工作 义务团体成员非常辛苦 并且目前台九县救难协会的装备多有不足 经玉里妈祖宫委员会决议通过 捐赠协会六组的通讯器材 协助协会的救灾工作 现在目前他们缺少的装备就是这个通讯器 所以我们妈祖宫委员在开会的结果 就是说那我们来捐赠台九县这个通讯的器材 以致我们会里面大家通过这个结议 所以今天才来做这个捐赠的仪式 台九县救难协会理事长尤德芳表示 对玉里妈祖宫协助完善协会的救灾装备 提升从事灾难紧急救援工作的效能 现在妈祖宫体系我们台九县救难协会 因为通讯方面的匮乏 所以以后有了这些对讲机 让我们弟兄出勤务三域 入域水域 在联络方面都可以达到大家的通讯 华林县台九县救难协会 整合民间急救的救难志工跟力量 配合锦销单位 支援各项灾难救援 交通事故 搜寻与突发事件等等 发挥在地牧林互助的精神 志愿投入爱心的公益服务 表示由衷的感谢 记者高雄霜玉璃镇采访报道